很多人都很羨慕我們這個工作 每個月都可以試到不同的新車 又可以飛去其他地方試車 更加可以試到一些很珍貴的超級炮車 老爺車 今天適逢我要試一部新車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我整個工作的情況 《 新車 》 其實2020年是我踏入這行 25 周年 剛剛好 最初我是做汽車雜誌 然後做報紙 現在跨幾個媒體 有很多個平台 見證了這個出版業的轉變 譬如由Print Media變成Digital Media 很多人問我 你都做了二十多年了 你不厭任嗎 是甚麼維繫著我還去做這份工作呢 其實有兩件事 第一我喜歡汽車 第二我喜歡攝影 這兩件事是這二十多年來 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做 是一個很難得的 而且很多人說把興趣當做事業是最理想的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剛好一半的 其實有另一半是一個很辛苦的事 大家都看不到 好像今天這樣三十多度出來拍照 試車拍片 整身汗是不容易的 各位頭條日報的觀眾 頭條試車今天和大家試這部 就是最新到港的Mini Clubman Yours Edition 我入行最初是拍片 亦是一個難度 因為你看不到即時的效果 以前老闆都比較省見 他說你一同菲林拍三架車回來 一同菲林只有三十六張 其實我只可以把握十多張 去拍整架車 又要計畫照 拍完一同菲林回來 就要確保一張張用得 還要自己拿去曬照 曬完自己選照 選完照就要拿去分析 然後還要用原稿紙寫稿 然後就慢慢轉變 開始用數碼相機 用電腦打稿 其實工作模式是快了很多 自己需要學習很多新的東西 亦都是自己一個進步 這部Yours Edition 有很多專用的特別配件 內外都有一個特別的徽章 內容的皮夾是比普通版更加高級的 我們今天試這部更加特別 就是代理特意安裝了一個 optional的十八寸輪 用英國旗為設計的概念 輪中間更特別 MINI這個字永遠都是水平 好像勞斯萊斯一樣 近年開始流行拍片 我覺得拍片是一個新的學問 新的技術 亦都要新的器材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步驟 還要自己做導演 自己拍攝 自己出鏡 下一條五分鐘十分鐘的片 可能花你五至十小時的後製時間 過程是很辛苦的 你坐在這輛Clubman 上 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輛車的空間感 比三門或五門的MINI大很多 那輛S的引擎表現已經足夠用 它的聲音都頗漂亮 7速Duel Clutch 波箱反應也快了 到拖波 很順暢 Clubman 有一個優勝之處 就是它的車身重心比countryman 低一點 譬如在大帽山這些路 車的操控你會覺得是平穩很多 雖然它的車身是比較大 但是它的彎也很好 控制度 還有鼻震也不會太硬 例如大帽山這些彎 其實路面很電波 但是整個車很穩定很舒適 我覺得新的Clubman 的形象比之前高級了 六道門的設計也是另外一個賣點 其實尾門分了兩部分 在製造成本來說是比較高 其實是否真的會好用很多呢 未必的 但是Clubman 有它的歷史傳統 所以它一直堅持到現在都是用這個格式 其實駕駛和攝影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相似的東西 兩件事 第一 你要有工具 第二 要技術 經驗 用時間累積 你才會做得好 你是要有一個練習 你要有一個很大的行心 一個很大的熱情 要花很多時間 到你慢慢長大 你買過很多不同品牌的汽車 駕駛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車款 試過不同牌子的相機、鏡頭 所有東西之後 慢慢累積了很多經驗 可能花了很多錢 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會知道自己真的喜歡些什麼 很多人買車 我覺得他們人云亦云 別人說那個牌子好 他們買那個牌子好 其實汽車上機都是 很多人都是沒有什麼主見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我覺得找回自己喜歡些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 好 OK 啊